好好地給他一個好的感受 現在他的儀照是你選丁國的 你是說什麼 他的儀照是你選好了 儀照當然是選好 昨天選好 今天準備要來用自己的 那個家具用了 朋友來都可以 都可以專選的 這樣子比較好 生活照 至於工具的時候 這個局方他協調得很好 就是工具 因為他們四位都是 同一分隊的人 四位都是兄弟 也很好 也有伴 這個是很好的方式 爸爸那個小隊長 他清醒過來的時候 知道說有同仁 就不先訓指他非常刺激 他覺得他帶隊進去 然後沒有把這個弟兄帶出來 這樣子 這個我也不以自貧 因為或許任何人 不管是小隊長大隊長 都不希望他的弟兄受傷 既然我的兒子受傷了 我不會厭言 OK 那爸爸那這幾天 媳婦的 討論這個 其他相關的補置 是沒有錯 工具部分是OK 那就是家具部分的話 我剛剛跟他協調 這個廣方的那個負責人 都不錯 都會盡量配合我們 我剛剛所提出訴求的 他也會答應我們這樣子 這個完全都是他自己選的 因為他是因為那個 黑魂貴國人過來這邊的 當然一些我都尊重他 甚至儀式也是尊重他 他甚至本來是原本是想要用穆斯林的方式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有很多法令 黑客不符合 甚至他昨天我太太還特地帶他去那個清真寺 清真寺就是那個穆斯林的代表 結果問了之後 黑他也沒辦法 就是只好就是先暫時用我們這個 佛教的方式下去弄這樣子 爸爸不好意思 那位媳婦昨天跟今天他都IG上沒有發文 看起來很堅強 那不錯 我那個媳婦真的很棒 年輕漂亮 而且有智慧 善解人欲 真的是 真的是那個 很美美話說的 我們都很喜歡他 當第一天發生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 我太太就跟他講 今天那個沒有 你就把我們都會 全家都把你當成女兒 等於說是 我們是黑又多了一位 很一級的那個 黑那個女兒一樣 那昨天有表達說 希望不要解剖的這個狀況 那檢察長那邊有給一個確定的答覆 是說可以接受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一切 因為我們外人是不曉得這個流程 但是如果我們還是尊重 那個黑那個 那個就是一些的 黑又有關單位的那個 那個規定 我們並沒有 雖然我們的訴求 我們講出來了 但是有愛一些的 那個法令的關係 我們也沒辦法 要愛也是尊重 好 聖職消防員 賴俊儒的爸爸 已經抵達到了 殯儀館的現場 強到現在呢 都還在協調當中 那縣府也有給家屬協助 要處理後製的事 好的 持續帶你來關心 20號發生在屏東 高爾夫球代工廠的這個工廠大火 一共是造成了四名英勇的消防員不幸殉職 那麼現在記者所在位置就是在這個屏東的賓館 那麼現場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四位英勇的消防員 他們的遺照呢 都是已經掛上去了 那麼家屬呢 也是非常精心的挑選 他們生前的這個沙龍罩 大頭照或者是生活照 那麼希望可以留下呢 他們最美好的樣子 那麼其實在稍早的時候呢 這個賴清消防員賴俊儒他的爸爸 也是帶著兒子的遺照來到了現場 那麼他表示因為兒子去年才剛剛新婚 是一名英國籍的女子結回了夫妻 那麼這一次呢 包括這個兒子的遺照呢 都是由他太太來選定的 那麼他表示說呢 目前媳婦的心情其實是相當的低落 不過呢他也是非常的堅強 那麼對於這個賴俊儒的後世 他其實提出了很多的想法 不過因為礙於法規呢 沒有辦法使用穆斯林的方式來送別 那麼還是決定要以傳統佛教的方式來處理 那麼他也表示說呢 其實昨天有向檢察長來反映 希望兒子的這個遺體呢 可以來不要進行解剖 不過呢經過討論之後呢 檢方呢 還是有相關的程序 他表示也願意來尊重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為您掌握的情形 將時間鏡頭交還給同內主播